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在社会生活中 每个人都想做一个聪明的人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善用自己的聪明 因为善用聪明需要的是智慧 而非聪明本身 对于聪明的人来说 最大的智慧就是有些事不能管 有些话不能说 有些忙不能帮 事有三不管 曾看过一则这样的笑话 一位老人沿着街边慢慢地走着 这时候他看到一个小孩子正踮着脚 想按一个门铃 但还是差了一点 于是老人走过去和蔼地说 小朋友 我来帮你按吧 说着老人就按响了门铃 这时只见小孩急切地对老人说 咱们快跑吧 快 都说天下本无事 管得多了 便成了事 聪明的人从来不管这三件事 一 不管闲事 在社会上就有这样一个潜规则 谁管的闲事多 最后谁不落好 人要有一副热心肠 但并不是什么闲事都要去管 正如正板桥 赠君谋父子所言 多读古书 开眼界 少管闲事 养精神 与其被闲事扰得焦虑 气恼 不如开阔眼界 修身养性 不管闲事的人 心中总比别人更多一份春意 二 不管情事 少管感情的事 用在自己身上时就是不要冲动 不要凭感情做事 遇到事情要冷静 而遇到其他人感情的事情 不要掺杂进去 因为谁也不知道最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也许今天他们的关系很差 明天可能就和好了 这样很容易把自己搞得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还是不要管 三 不管家事 古语说得好 清关难断家务事 所以关于家务的事情是管不好的 聪明的人在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里面就会十分注意 不会轻易管别人的家务事 毕竟我们没有这个权限 也没有这个能力 话有四不说 蔡康永曾说 把说话练好无疑是最划算的事 在生活当中 如何说话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技能 而聪明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懂得好好说话 让人温暖如暮春风 真正聪明的人从来都不说这四句话 一 怨话不说 有句话说得好 亡羊补牢游未晚 怨天游人无意义 怨话不说 不要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 没有人会喜欢整天对着一张怨妇帘 有说话埋怨的力气 不如迈开腿挥洒汗水 二 胡话不说 有些人遇到点事就爱胡思乱想 而且越想越伤心 于是在这种悲伤的氛围之下 就很容易说出一些胡话 胡话一说出口 便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 其实说胡话不如多检讨 通过分析问题 最后解决问题 三 狂话不说 有些人十分容易在成功中迷失自己 认为自己十分了不起 确实 既然可以取得成功 说明在这一方面的确是优秀的 但是切勿因为一些阿谀奉承的场面话迷失自己 狂话更是说不得 要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真正厉害聪明的人都懂得谦逊 都懂得收敛自己的光芒 四 假话不说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信任 最难得的也是信任 建立信任很难 摧毁信任却十分容易 所以要实时警惕 只要开口 绝不说假话 盲友五不邦 有人说聪明是一种天赋 善良是一种选择 选择善良是一件好事 但心存善良更要懂得自保 择善而行 我们更应该把善良用对事给对人 生活中有五种忙 聪明人从不帮 一 涉及钱财的忙 不帮 钱是这个社会上最敏感的话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多了利益 就会变得复杂难变 借还是不借 永远都是一大人生难题 因此 涉及金钱方面的忙 尽量不要帮 二 不被感激的忙 不帮 有句俗话说得好 蛇暖不热 狼胃不熟 农夫与蛇的故事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农夫用体温温暖了冻浆的蛇 最后蛇却咬了农夫 一朵米养个恩人 一十米养个仇人 你的善良很贵 不懂得感恩的人 不值得你帮 三 没办法帮到的忙 不帮 古语云 力微修负重 言轻莫劝人 意思就是说 人要量力而行 行善也同样需要把握好分寸 在自己能力范围的忙 可以帮就帮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忙 千万别逞强去帮 四 超出底线的忙 不帮 帮忙是一个人的品德 但帮忙也要有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不能做不仁不义的事情 不能因为帮助了一个人 而害了另外一个人 总之 不要给自己埋下定时炸弹 要学会明哲保身 五 不了解真相的忙 不帮 徐志摩曾说 如果真相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谎言 如果谎言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沉默 如果沉默是一种伤害 请选择离开 在不了解真相之前 有些忙不要轻易去帮助 如果你想要帮助别人 首先就要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小是糊涂 而大是睿智 为人低调 而动若观火 一个真正聪明的人 做人如水 以柔克刚 这样的人 才能笑到最后 成为人生赢家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